好畫面再見我 再來 如果今天老闆告訴我說 檔案不要給人家 你就把這張圖印給對方就好 或者是對方只是跟你要這張圖而已 那這時候呢我要怎麼把圖面印出來 好 如果說你現在在事部裡面 你一次只能夠控制一個畫面 雖然你割成13塊 但是你每一次都只能夠控制一個畫面 你每一次都只能夠控制一個畫面 如果在這個時候你對它去做出圖列印的話 你也只能夠印這個畫面裡面的圖形而已 好比如說很快的做一下 預覽看一下 你會發現你只能夠印這一張而已 你沒有辦法一口氣印出13張 如果說你要一口氣印出這13張圖的話 就不能夠在模型空間做出圖 你就必須要到配置空間裡面來做出圖才可以 好這個呢我們在2D的時候應該都有講過 好我們再做一次簡單的示範 你可以到這邊的Layout2 Layout2這個地方 然後呢把它原先給你的畫面 可以先刪除掉 然後我再回到我當初的這個 到這邊的配置裡面 這邊一樣有一個叫做劇名的 把你剛才的13V叫出來 然後呢這時候選擇確定 然後呢你拉一個範圍 好在這個白紙上面你拉一個範圍 這樣子它就進去了 OK 好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再去做列印 你就可以一口氣印出13張圖 好這邊要注意喔 你在平常的模型空間裡面 一次只能夠印一個圖 如果你想要一口氣印13張圖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試步 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先做一個13V的名稱把它存起來 就在這邊做個13V的名稱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的好處是第一個 我在模型空間我可以隨時的去做切換 第二個好處是它可以用這個畫面來幫你做出圖的動作 好我們可以選擇到Layout2 好假設我進到一張白紙裡面 我把它原先給我的畫面 我先按Delete先把它刪除掉 然後呢再到配置這個地方來 這邊也有一個叫做具名的 然後選擇13V 好然後選擇確定以後 拉一個框框 在白紙上面我要列印的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拉一個框框 它就會幫你把這13張圖放進去 到時候你再去做出圖的設定 就可以一口氣印13張圖出來 好這邊請同學可以操作看看 好這個也會很常見喔 有的時候我不要給人家檔案啊 我只要給你一張紙而已啊 好你就必須用這種方式來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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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